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第一章的部分 那我们都没提网页设计的第一章呢 因为它主要在讲出一些基本的观念的问题 所以呢我们就打算这一章呢 我们透过的是预录的方式跟大家一起来讨论 那之后的那个如果有牵涉到网页设计操作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比较算我们会用比较互动的方式来进行线上上课 那首先呢来看到我们这一章的学习动机 那这张的学习动机呢主要是说 当你们在成为一个就是一个文创系的学生 一个大学生的时候呢 你为什么会想要来学习这个网页设计 网页设计到底来说到底是重要还是不重要呢 那你可以在课本上面呢是看到他们几位呢 就是说一个现身的说法 就是说他们有一些学习上的一些经验 然后动力这样子 好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位呢 他可能他是一个平面设计师 工作了17年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觉得说在目前很多都是在网络的环境提供service之中 他觉得有点压力 所以他想要来学这个网页设计 那第二个呢你看到他就是 他是在一个很小的一个office 就是一个办公室里面工作的一个秘书 然后他的老板呢希望说他可以把一些 一些内部的一些资讯呢 能够放在成立一个小型的网站上面 跟其他的员工来共享 那第三个的情境呢 他是一个programmer 一个城市设计师 然后可能工作了几年呢 然后他希望呢他可以把他的工作延伸到设计方面 那当然觉得说网页设计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嘛 所以能够学习一个新的一个技能 那第四个呢他可能是一个艺术家 然后他可能工作上面呢 他经常需要找到一些painting啊 就是一些做画的一些 或者说工艺商品的一些样本 或者是一些他可以用来做画的一些东西 他可以怎样可以在网上可以找到这样子 或者说把这些东西呢 把它放到网页上面去 那最后一个呢是 可以跟你们的状况可能就有点像 就是说他可能在高中的时候呢 学过一点点这个网页设计 那他是不是有可能成为以后呢 你工作上面呢 需要的一个技巧 或者说可以成为他 你的工作上面的一个 职务的来源之一这样子 所以有这么多的那个学习的动机 就让你来去思考一下说 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学网页设计 网页设计对我们来说 有可以学到哪些东西这样子 那这个会在我们这一个章节呢 做一个很详细的一个说明 那首先呢就是Environment Environment就是摄入性 就是你摄入的程度 就是说当我们提到网页设计的时候呢 你就会谈到说 我究竟要投入多少的心力去这样子 也就是说这门课你需要投入多少的心力 我要学的东西有多少 那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下 他们有说到 这边有一个many levels of environment in web design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网页设计上呢 其实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程度的这个摄入关系 因为也许能只是设计一个很小的一个网站 或者是呢 我们之后会讲到就是一页式的网站 很多人在用一页式的网站来做这个行销 就是他可能只有一页 然后上面所有的资讯都在上面 你可以在上面可以做一些导流的一些动作 或者商品销售的动作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呢 你可能是要设计一个网站 它是一个full service的 包含什么 物流金流啊 这个资讯流都在上面 还有可能跟顾客关系的一些维持 都在那个很大型的那个网站上面 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environment呢 在web design上面 在网页设计上呢 environment其实是很多不同的层次 所以就看你要 你自己觉得你想要设入的情况是 大概是到哪里这样子 那或者是说你可以换一下思考方式 就是说你今天呢 在参与一个网页设计的时候呢 你到底要设计到怎样的程度 那很简单的就是说 跟你拿到的那个 就是什么 一个budget 那个budget就是一个预算有关系 你可能接到的case呢 是可能是一万块 可能是十万块 可能是一百万 所以不同的这个预算程度呢 它都可能会让我们有一个 不一样的程度的一个设计这样子 那这个是我们在进行这个网页设计的时候呢 特别要知道要了解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想要知道就是说 那网页设计师呢 到底在做些什么东西 网页设计师到底在做些什么东西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 那网页设计者呢 究竟要做些什么呢 如果你是一个设计一个 刚刚说的一个很小型的网站的话呢 你可能就是要 同时戴很多领帽子 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可能要多工 就是什么都要会这样子 那当然就文创系的学生 那当然这是没有问题的 你可能会 你可能也会自己设计网站的东西 然后也会设计里面的内容 那这都是OK的 那如果你是做一个 Logistic scale的 就是很大的一个website的话呢 你可能就要成立一个team 那里面的话呢 可能就是每一个team的成员呢 他就会focus在某一个 他们专精的这个工作上面 包含就是可能是 可能是内容的写手 或者是电汇的专家 或者是在做城市设计的 然后包含就是 或者说对这些新媒体 都很有很有兴趣的人 你就会需要 邀请这些web designer 来做这些事情 所以web designer 要做些什么事 其实是很 就是很 没有一个定论 没有一个定论 那我们慢慢在这张讲完之后 你大概就会知道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 没有定论的一个情况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来 在这课本上面呢 他有提到就是说 即使虽然说 网页设计师呢 他有这么多很不确定性 但是主要来说呢 他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那同学们就可以思考一下说 这四个部分 这四个部分的话呢 那你是都适合吗 还是说 其实你就可以升任这样子 那待会我也会跟他讲说 其实就一个文创系来讲 可能要有心理准备 我们理论上 这四个呢 我们都应该要做到这样子 尤其是现在谈到的就是 前端工程师跟后端工程师 那其实就一个文创系 数位文创的大学生来讲 我们系上的学生来讲 我们应该是一个叫做全端工程师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全端工程师好了 首先呢 这本课本上呢 他把那个Web Designer呢 把它分成有四项工作 一个是Design 就是设计 第二个呢 就是Development 就是开发 就是实际上去做啦 实际上去做这些东西 然后呢 Content Strategy 就是内容的一个制作 它有些策略 精英的策略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Multimedia 就是多媒体的设计的部分 那第一个呢 Design的部分的话呢 大家看到就会觉得 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 然后这跟我们文创的设计 也其实很有关系 第一个呢 就是Interaction Design 就是互动式的设计 互动式的设计 第二个呢 是User Interface Design Ui 你要记得Ui这个字 Ui Design 第三个呢 就是User Experience的Design UX UX的Design 最后一个呢 是Visual或Graphic的Design 就是一个视觉的设计 视觉的设计 所以呢 它的那个流程的话呢 整个流程呢 你就是像这个PowerPoint上面所显示 你一开始的时候 会有一个资讯的架构 然后会有一个Logical 就是一个逻辑操作的流程 然后有框线的一个稿件 然后这个Markout 就是一个直接设计的 然后或者是有Polotype 然后Development就是10座 就有这几个流程 那所以Design的话呢 我们就会看到有这四个 我们来一一看一下 什么是Interaction Design 互动式的设计 好 那Interaction Design 互动式的Designer呢 好 的设计师呢 他主要是让这个网站呢 变成很Easy Easy of Use 很容易去使用 好 或者是说 非常的 就是让 让他使用上很有效率的 很有效率的 然后让他使用起来很愉悦 很快乐的这样子 所以呢 为了要让这个Interaction Design 变得比较 比较好的话呢 通常呢 就是你可能跟 中间有一些流程的设计 会有一些关系这样子 那有些呢 可能会把那个 Interaction Design 跟User Interface Design 就是使用者界面 使用者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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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r Interface Design 会把他搞混在一起 这样子 那其实呢 User Interface Design 就是比较 比较 在狭隘一点 在狭隘一点 这样子 然后 所以呢 我们主要 在User Interface Design 它就是 它比较 它是比较 就是 比较内容的 就是说 如果你谈到 User Interface Design 它可能就是 比较就是 按钮要怎么按啊 然后 Link 连结怎么连结 这样子 然后 Interface Design 呢 就会比较 那个 广一点 这样子 广一点这样子 好 那 这是 它就是 只要是跟互动有关系 都会在这里面 好 那 User Experience Design 呢 就是说 使用者的这个 经验 使用者体验 的设计 它是一个比较 那个全面性的 全面性的 就是说 有些人可能 感觉上 User Interface 就使用者界面设计 还不错 但是 其实使用者的体验 就是不太好 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 要稍微 这个注意一下 就是说 它的那个对象是谁啊 然后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它的那个 经验上呢 是不是很好的 所以这个 所以需要我们去 特别的这个注意一下 这样子 好 那所以呢 这个 User Experience Design 就是使用者的 体验设计的话呢 那通常呢 它就是会 跟公司的一些 例如说 品牌啊 或是 企业的目标呢 是 要一致的 那这样的话 它才能够会比较成功 这样子 比较成功 这样子 那因为整体的经验体 整体的那个 使用者体验的话 就跟它 例如说 跟它内容的品质啊 或整个网站的 一个Performance 一个效能 例如说 它可能联网的速度很慢啊 什么的 那它就 体验就会很差 这样包含就是 视觉的设计啊 整个的这样子 好 那所以呢 我们在进行 像相关的这个 设计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就是要把它文件化 Document 就是文件化 就是说 我们要产生一些 报告 或者是一些图表 让我们的设计呢 是真的有达到 我们要的这个目标来做 所以呢 那第一个呢 你想要做 我们要做就是 user的research 还有testing的report 就是我们要对使用者的了解 就是我们的使用者对象是谁 我们要做一些 testing 就是说 我们要做一些访谈 然后做一些测试 这样子 了解它的需求 这样子 第二个呢 就是Wireframe的这个Diagram 就是说 它是一个 用一个线稿画出来的 然后 接下来就是一个 网站的一个 一个设计图 然后或者是 利用这个 storyboard的方式 或者是user的这个flow chart的这个方式 来做一个设计 那这四个呢 我们来一一来说明一下 那第一个呢 就是user的research 跟testing report 那 因为我们要了解呢 使用者的需求 design 就是它的这个渴望是什么 这样子 或者说呢 它有没有一些limitation 就是有一个限制 就有些它可能 没办法去操作 或者说它可能有一些困难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先了解 使用者的需求 然后它本身的限制 比如说 你可能在帮一个老人家设计的时候 它可能就是 动作没有这么的顺遂啊 或者说它的那个 视力没有这么好 所以你要了解 这个使用者的需求是什么 它design 它的欲望是什么东西 然后还有说它的限制 它有没有一些限制 那这些呢 都是我们最基本要了解的 那这就是user的research 就是我们要先了解使用者 那在这个方法的话 我们通常会用到一个叫做 这个UCD的 User Central Design 就是用使用者为核心的一种设计 这样子 那每一个网站的设计呢 一定也是从这个user research开始 包含刚才说到的那个interview 就是你要访谈他们 好 例如说你今天做了一个那个游戏的网站 你就要去访那些玩家 他有一些需求这样子 或者说observation observation呢 就是说你可能呢 就是要去观察 有些问题 你可能问他 他可能没办法问 问出他的那个 好 所以你要观察 例如说观察他使用者的习惯啊 这样子 然后了解说这个网站呢 如何去可以让他可以做更好的这个使用 所以使用者的研究 或者说测试的报告呢 所以是我们第一步 所以假设我问你说 我们今天接了一个case 或是说你要去提报一个网站的case 首先你当然要去了解说我的user是谁嘛 我的user是谁 然后我是不是可以更了解他 然后帮他们做出一个很好的网站 这样子 那在接下来的话 你可能就是要有好几阶段 或者是你的设计的阶段的时候 就是会跟那个使用者呢 做一个互动 做一个互动这样子 包含就是他的实用性有多高 这样子 那如果呢 这些使用者有时候他很难 就是说 遇到说他可能很难去figure out where is find content 或者说如何去move to next step的时候呢 那你就要回头来看一下你的设计稿 是不是有问题 就是说 当他使用这个网站的时候呢 他没办法找到我们要的 他想要的内容 或者说他不知道要怎样到下一步去 那你的网站设计率大有问题 所以你这时候呢 就要回头再重新再设计下你的稿件 好 那有哪些方法呢 有哪些方法 那这边有提到一个叫做car sorting 就是用卡片分类法的方式 就卡片排序法的方式 那car sorting又有分为两种 就是open sorting跟closed sorting 还有其中一个hybrid就是介于两者之间 那大家可以想象看 就是说你一个网站上有什么东西 可能about嘛 就是这个网站是什么 公司简介 或是公司服务 或者是公司产品 好 所以你把这个open sorting的话呢 就是说你让这些参与者呢 在上面呢 自己随心所谓的想想看 这个网站应该要出现哪些类别 哪些类别 就让他们自己去写 写完之后呢 我们再把它分 把它这个几个人的类别呢 把它做一个整理 然后找出最适合的这个分类这样 那还有一个呢 是closedstore 就是说我们把写好的类别 交给这个测试者来分类 好 判断好这些写好的类别呢 是不是可以让测试者来进行归类 有没有哪些是需要创造一些新的类别的 所以只有这两种方法 好 好 那刚刚说到的这个user central design 就是用使用者为核心的 那主要是有分为这个五个步骤 五个步骤 那首先呢 它进行一个这个 一个计划 整个流程先把它做一个计划 这样 State one 就是说它先做一个我们user central的这个 Central的一个design的一个plan 好 做一个规划 那接下来就会到这四个步骤 很重要的 第一个呢 就确认使用者的情境 它是在哪一种情境下使用的 它是要假日的随心所谓的逛 逛这个online store啊 线上商品啊 还是说它有一个特定的目标 是要到这个地方来找它的这个多媒体的资料啊 或者说文件啊什么的 好 确认一下使用者的情境 第二个呢 确认一下使用者 或者是组织的需求 好 这个使用者的需求是什么 或者说 我们假设为这个组织来设计 那这组织的需求是什么东西 好 那确认好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提出我们的设计的方案 提出我们的设计的方案 好 根据使用者的需求 还有情境 好 我们就来找出我们的 提出我们的设计方案 那最后呢 就是进行评估 进行评估 然后把这个每一个方案呢 拿来评估 然后让他们来做一个评估挑选 看哪一个方案是最好的 那这个是整个user central 这个design的一个流程 那同学们在做网站设计的时候呢 包含未来也许在做一个专题 假设你的专题是在做一个网站的话呢 你就可以用这个方法 那之后呢 比如说你毕业的时候 你提出一个case的时候 你就 然后就知道说 你是 其实是有系统的 有方法来设计 有方法来设计 这样子 好 那第二个呢 就是那个线框稿 就是呢 我们在设计那个网站的整个结构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不会一下就把那个实体东西把它整个画出来这样子 我们会用一个线稿的方式呢 来把出来大概会哪些位置 然后哪些有哪些类别 哪有哪些类别 然后它这边可能有四个分页 那底下有可能会出现产品 然后这下就是about us 就是说你的那个facebook啊 IG啊这些 还有那些一些first service 所以你就用一个线稿呢 大概就画出一个可能的一个框架 可能的一个框架 好 那整个结构就会出来了 而且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outline 就是一个大纲的一个形式 大纲就这样子 有一些下拉式的视团应该在这里 然后有一个search的按钮 这个是一个线稿 所以呢 同学们也要针对你们要设计的网站呢 来设计一个这个一个线稿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网站的一个结构图 Diagram 就是说 像刚刚那个呢 是属于比较平面式的 就是这一页这一页这样 那每一页每一页集合在一起 就变成一个网站 所以呢 除了这个画面的呈现之外呢 你要知道说整个的结构是什么 你这个到底有几页这样子 例如说一开始的时候是home page 就是首页嘛 那接下来呢 连到faq的时候呢 是不是还要再下一页下一页这样子 然后你的产品 是不是要好几个产品介绍 还是一页就可以介绍这样子 好 所以你要有一个那个 Side的Diagram 好 就是一个网站的一个结构图 好 然后呢 很明显的来 呃 显示一下你的那个 呃 结构架构的部分 这样子 好 然后 重点是要看到就是每一个网页 它跟另外一个网页之间的关系 就是每一个每一个网页之间的关系 到底是什么 这样子 好 好 那第三个呢 是这个storyboard 好 storyboard跟那个user flowchart 好 那这个呢 其实有点类似啊 就是说它其实呢 是要我们在设计 刚刚之前 大家回想一下 我们的UX 好 就是user experience 就是使用者体验的时候 会用到这个 好 会用到这个 就是说 那个storyboard的话呢 就是说你要展示说 每一个步骤 每一个步骤 它要完成的工作 然后有可能的选项是什么 这样子 好 然后也可以大概 呃 介绍一下 可能它的网页的形式 大概有哪一些 这样子 好 所以它它比较像是一个 比较情境的一个描述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 呃 课文上有谈到这个storyboard的话 它的这个一个范例 就是说 诶 它可能是要呃 分享一个呃 资料 它大概要怎么样分享 好 它要几个步骤就可以分享 然后它可能会有哪一些的情境 然后哪一个方式它是比较好的分享 好 所以这就是一个storyboard的一个方式 这样子 好 然后呢呃 你可以呢 用storyboard呢 来来大概描述一下使用者体验 好 使用者体验 好 所以你可以像这样画出一个这个流程图的部分 好 一个概念这样子 好 然后呢 每一个每一个呢 可能就是 哎 目前的感受是什么 它的体验是什么 好 它体验 然后让它变成 例如说 最后想想 希望能够 它有一个比较愉悦的体验 好 所以你可以把情境的先把它展示出来 好 把它展示出来 好 然后呢 那你也可以用这样一个一个的方式来做 好 就是说 哎 我假设我在设计一个是一个手机的网页 好 手机的网页 好 那你就哎 怎样的怎样的人会用到这个手机 那它在怎样的一个情境之下呢 好 会用到这个手机 所以你就要把它 大概把它描述出来 好 可能是一个独居老人 他需要一些关怀啊什么的 好 那他可能就是会怎样去使用它 好 怎样去使用它 那它的界面是不是要很方便呢 好 然后随时可以看到有人跟他做一个connection 好 一个连结这样子 好 然后就是像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把它画出来 那user flowchart呢 这个就更更复杂了 好 就是说 他可能是要把那个 呃 一整个网站 或者说一部分 或pass of site 就是说 一个呃 部分的网站 或者说是一个app 好 一个app 如果他的工作的流程这样怎么做的话呢 他可能就要把它画得很详细的样子 好 就跟刚刚那个故事性呢 可能有点不太一样 好 不过 所有的功能呢 可能都会把它记录下来 好 各位同学可以看到这个画面这个 好 那可能有点 有点小了 好 把所有的功能的流程都把它画在一起 所以你会发现呢 这个 这个功能 其实不一定会用到的是 网页设计上会用到 在你在设计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系统的时候 或者说一些app的时候呢 好 那你可能也会用到像这样的一个流程 好 像这样一个流程 你看他中间有很多很多的要登入啊 要输入密码啊 好 那或者说要有很多的选项 好 这些 好 那所以他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流程 好 很复杂的一个流程 那接下来呢 看到的是visual design 好 就是一个视觉化的design 因为网页设计的话呢 其实他就是 其实就是一个视觉上的媒体 好 所以 你坦白说 你还是得要有很好的这个视觉设计的功能 就是你要电汇能力要很强啊 好 所以你的logo啊 你的一些图像啊 好 你都要有一些很好的设计才可以吸引出来 好 所以呢 你可以呢大概去想一下 我的大概我的视觉设计大概是会要长什么样子 好 所以这个是视觉设计的部分 好 那不过呢 我们这行课呢 视觉设计的话可能我们就没有这么的强调 好 我们可能在主要在功能上面 那视觉设计这部分呢 可能你们会在 你们的另外一本课就是电汇的部分呢 好 来做一些设计这样子 好 那刚刚以上谈的呢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网页设计的第一部分 就是 就是 Design 设计的部分 有没有 回想一下 有那个 Interaction的Design啊 User Interface的Design 或者是说 有一些User Experience的Design 还有Visual的Design 所以有这些Design的一个形式这样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Web Design的第二个就是Development 就是真正要去开发网站的啦 所以呢 也就是我们这门课要学到的 就是你要会去写那个Stylesheet 就是 一些格式的 外观的一些设计这样子 还有一个Marker一个网站 就写它的里面的 应该叫做网页的 你可以把它称作是程式码也好 或者说一个Code这样子 那我们就是要把它这个网页把它实作出来 所以你就要去学会我们这堂课用到的语言 叫做HTML5 HTML5这样子 好 那我们学习 我们发展的时候呢 当然就是把那个网页都把它凑集在一起这样子 所以它有点 当然它有点类似在写那个程式设计 但它也没这么难啦 没这么难这样子 然后就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网页的 例如说市局的设计把它做一个 一个结合在一起 所以呢 同学们如果 你要成为一个 web的一个developer 就是一个开发者的话 你就是 如果你是在一个大公司 你可能就是会 需要跟设计师做讨论啊 或者说内容发展者做讨论这样子 好 所以呢 你接下来开始就是要做一个Marker的一个动作 就是开始撰写那个网页 好 撰写那个网页 那我们在那个我们下一次上课的时候 会教大家开始来写网页 好 那因为这一次的话呢 大家 因为那个我们写的东西要把它放在这个网站上面 好 所以我们会教各位同学就是 开始写一些那个一些code的部分 这样子 好 那styling就是 它有 就是写网页的内容之外 它可能还有一些 我们会用到的这个所谓的css 就是颜色的配置啊 表格的配置等等 那会用到这个 它的风格的设计 好 那还有呢 就是它的一些programming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网页设计 其实除了htmlfile之外呢 你有时候会用到 需要用到一些什么 像这个 php啊 ruby啊 python啊 sp.net 这些什么的 你可以上网去查一下 那这些都是programming language 那这些你要不要学呢 就回到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说的 就是 你想要摄入多深 例如说 我其实我只是对 网页初步设计有兴趣 我最主要是在做电汇 所以那你就了解一点点就可以了 那例如说 你可能想要投入比较深入 例如说 你要开发一个电商的网站的话呢 那你可能这些就要去做了解 好 所以就是回到我刚刚我们说到的 就是 你要做frontend呢 还是backend 你要做一个前端工程师呢 还是后端工程师 像我们刚刚上页所说的 programming啊 scripting的这些 网页的那个程式设计 哇那你们可能就是 我们需要设计到这一块吗 所以就会来到说 你要做的是前端工程师 还是后端工程师 还是老师对你们的期待 就是身为一个文创人 数位文创人 你应该是要立志成为一个全端工程师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 前端工程师的话呢 他就是你要有基本的美感 对设计设计概念 感觉好像跟你们目前的状况有点像 然后可以用使用者的角度去思考 然后注重每一个的细节 好 那这些当然就是一些基本的概念 那所以你下面这些就是你要绘的 这基本的 就是html5 就是我们这堂课 所以呢 你要学绘 css你也要绘 然后javascript跟jQuery 然后响应式的网页设计 API的串接 好 所以这边所提到的五点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堂课呢 希望呢 在这个有限的时间上面 至少都能够稍微跟你做一个提点 这个要在哪里学 这个在哪里学 要怎么样来学 这样子 好 也就是说我们这堂课学完毕之后呢 那么至少呢 你应该是有能力 成为一个frontend的一个engineering 好 前端的网页工程师 好 就应征工作的时候 是ok的这样子 好 那后端呢 后端应该要具备怎样的一个能力呢 就是 呃 刚刚说到的 因为你要programming 所以你要那个逻辑思考的能力要很强 好 你要有设计 还有操作资料库的能力 好 然后还有一个良好系统的架构 就是你对于商业模式啊 或产品特性很了解 那它应该要哪些技术呢 就像刚刚那个技术性的部分 http tcp 这些网路通讯协定 然后资安的一些议题 然后程式设计 在我们之后 我们会讲一个就是python的程式设计 语言 好 然后你 我们也会讲一下那个 这个 这个 django这个 或者说nodejs这些 然后 前端的一些基础 好 刚刚出到web API 好 然后sql这样 好 所以这个的知识呢 好 会在我们另外一门课 就是程式设计的时候呢 会去教大家 好 所以程式设计上完之后呢 好 理论上 理论上 你可以成为一个后端工程师 后端工程师 那 因为这两门课都是必修嘛 所以 你应该就是会成为一个 全端工程师 好 那全端工程师就是说 他整个了解网站的一个全貌 包含server啊 或者是主机环境啊 资料库啊 使用者体验 然后测试 然后资安等等 好 前端的架构这样 好 所以前端工程师呢 他同时会了解前端跟后端的 相关的一些知识 嗯 在目前这个情况啊 就目前这个市场 好 其实 很多在真材的时候呢 他都会要求就是 要 能够前端 全端这样 全端的工程师 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这个系 好 同时要有文创 好 又要有数位 因为市场需求就是这样 他就是需要一个全端工程师 好 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做出来 这样子 OK 好 就是说 这个全端工程师就是 他会跟网页设计师 要前端后端再结合 还有这个 好 开发 好 operation 营运维护 这样子 整整体的工作他都能够投入 好 那第三个网页设计的一个重点 就是内容的一个 就是内容的一个 strategy 一个策略 如何去建构他 所以你要什么 你要是一个内容的专家 或者说你是要一个资讯的一个架构师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可能你要有一个就是网页 可能网页写手的训练这样子 你要对这个很敏感 就是我这些内容哪些可以吸引到这个user 这样子 所以也许比较出目入门的工作 可能是例如说网页小编 你可以很知道说你大概会有哪些内容 哪些内容的设计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更大的一个picture 这个更大一个架构的话 你可能就是一个资讯的一个架构师 架构师 就是说这个网站到底需要哪些架构 到底需要哪些内容 你要把它设计的好 让使用者体验都变得很好 就是那边可以找到他们要的东西这样子 所以整个资讯的这个架构 你要把它做得很好这样子 就是内容的部分 然后内容的策略师也是一样 就是说他把网站的每一个部分的 那个不管是他的那个内容的书写 或者说他每一个的文字 包含就是每个按钮上面的label 他上面的字呢 你都要经过很精密的计算这样子 还有就是说内容的持续的管理更新 还有未来的这个一个计划 他都要想的很完整 规划的很周密这样子 好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网页设计来到就是Multi Media Multi Media 就是网页设计当然不只是平面的 他可能也可以加上声音影像动画 所以呢我们有另外一门课 可能是在做那个3D动画的 你可以把它加进来 然后可以有拍一些影片的 例如说卫星老师的一些影像啊 视觉这些的东西 你也可以把它放进来 那所以这个部分 可能就我们没有 没有不会做很深入的这个探讨这样子 我们只知道说网页设计这部分也是很重要的这样子 尤其是动画的设计的部分 那最后谈到就是说 那跟网页设计相关的这个技术呢 我们要学哪些东西 刚才有谈到嘛 其实就是前端就是要学HTML CSS 然后后端呢就是可能要学一个Python 然后一个可能资料库的管理 那JavaScript呢跟DOOM这些呢 就可能就是介于两者之间 有些人他虽然是前端 他也JavaScript他也很熟 所以这就不一定 所以基本上啊 这四个方面的程式语言呢 我们应该希望大家在我们大学的这四年 应该都要学习的很精熟 学习的很精熟 那另外一个语言呢就是XML Extensible的这个MakaLanguage 那这个呢是我们在做后端资料的时候呢 或者资料交换的时候会用到的一个语言 所以你看到语言你也不要害怕 这其实也是一个Maka的语言 这个我们在之后的课程上也会讲 它长得一点像那个HTML 但是呢它的格式它的tag呢 例如说HTTP这些或者说什么H1 H2这些 那它是可以自定的 所以它是一个有延伸性的 它是很弹性的可以自定的一个MakaLanguage 所以看到这个不要害怕 因为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去知道的一个东西这样子 好那接下来有几个问题 那大家就试着来回答 就是比如说你如果是一个Graphic Designer 或者说你是一个产品的部门 或者说你是一个User Experience Designer 或者是Web Program Designer 那你会连到哪一个技能 有没有你还了解吗 想一想看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 哪些Web的Technology 是比较适合有哪些工作的 就是说它用来检查表单的栏位是不是正确 要用哪一个程式或者是CSS这样子 那如何去create一个Server Site的一个Web App 然后如何去找到 它的那个是第二层的标题 就把那个文字变成是第二层的标题 是哪一个这样子 是不是HTTP 是不是HTML 或者是是不是CSS这样子 然后哪一个呢 它可以define一个新的MakaLanguage 我们刚才说到有一个语言 它可以自定格式嘛 对不对 就在刚刚才讲的这样子 好那有没有一个方法呢 可以让Level 2的这个标题 全部都变成Blue 那这个可以用哪一个 是CSS呢 还是HTML 好这些 大家去想一下这样子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大家回想一下 frontend跟backend呢 这个网页设计师呢 他们在这方面的话呢 它有哪些差别 包含就是一些技术上啊 什么的有哪些差别 那我们可以 那我们去做一些了解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第一张的一些内容 好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课本的内容 然后再做一些了解 好然后我们会把那个 这一周的这个网页的作业呢 把它PO在那个数位学员上面 好让同学们去看一下 然后根据我们上课的内容呢 好把这个作业把它做一个绞交的动作 好以上是我们的上课内容 谢谢